近日,李冰冰入住某平台账号引来不少网友围观,李冰冰本人也连发了两条动态与网友互动,然而没想到,因为穿着的问题而遭到举报,举报者是一名儿科医生,该医生认为李冰冰因为穿着太过于暴露而带坏了孩子,她还将举报成功的反馈公开出来,也因此引发网络热议 该儿科医生晒出举报成功的反馈截图,平台给出的审核结果是,视频含有违规行为,平台已经对李冰冰进行了相应的处罚,还感谢了儿科医生的监督 当事人举报成功后,还在评论区表示自己投诉明星穿着暴露,跟我不乐意,骂我的,都是李冰冰的粉丝 我没说李冰冰别的不好,就是论事而已,还直言对李冰冰出演的电影电视剧也很爱看,并不是不喜欢李冰冰 针对被该儿科举报成功仪式,李冰冰工作室刚刚发声明回应,就此事做出三点声明 一,视频为某平台官方拍摄,剪辑制作,皆通过预先审核,平台确定无任何违规信息后李冰冰女士方语发布 二,视频为某平台仅发布两条视频,针对网传所谓举报成功的视频,目前在某平台依然可见,可正常播放,以此为证所有视频均符合平台规定 三,工作室已经对侮辱,诽谤李冰冰的涉嫌侵权行为进行取证,后续将追究其相关责任 最后工作室还表示李冰冰一直都积极传播正能量,以公众人物身份尽可能地为社会传递正面影响 也呼吁大家一起共同打造和谐健康的网络环境,尊重彼此,勿因个人喜好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工作室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,针对该儿科医生的举报后续将维权,回看儿科医生举报李冰冰的视频动态,真的穿着暴露而影响到青少年了吗? 从照片可以看到,李冰冰身穿了身维长裙,和平日参加红毯活动所穿的衣服差不多的风格,而这样的衣服圈内很多女艺人也是经常穿的,所以并没有任何的不是,更不会影响到青少年,何来能够带坏孩子一说? 而且不少网友也留言说,如果心灵是美的,看什么也都是正常的,质问该儿科医生是不是还活在封建社会,有不少网友都给予了李冰冰支持,大家其实并没有被该儿科医生给引导舆论 目前,打开李冰冰的社交账号,她所发布的两条动态也都均在,可以证实,该儿科医生并没有举报成功,究竟是一直都没有举报成功,还是事件发酵后,平台又重合审核给上线了呢? 只能说,随着舆论的发酵,平台最终还是给了李冰冰一个公道,只是被该儿科医生这么一举报,李冰冰的名声多少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,如今公开维权也是合理且是明智的 希望更多的网友看待问题能够理智且善良一些,更不要被一些有心之人给带了节奏,也请给予女性多一些尊重 词曲 李冰冰 望 restor popping 起 mot